小心下面啊 你看你看 小朋友攀著欄杆 手上拿食物不斷往裡頭丟 後方父母沒有制止 反而一人拿手機拍照 一人幫忙遞東西給孩子丟 笑得很開心 好厲害啊 拍下過程的家長超傻眼 把影片PO網 提到有客亂丟食物給動物吃 地點就在高雄壽山動物園 兩位男童疑似扔直面包給黑猩猩 家長不但沒制止 還拍拍手鼓勵 就是不可以丟東西 要遵照原方的指示 那我們當然要提醒他們 是不可以的 因為動物的吸引山山椅子 來動物園的人 專業的人員照顧 為什麼面包那種都是人工化 化學的合成東西 不可以對不對 其他家長都很傻眼 本就不應該讓動物 吃到人類的食物 家長和小朋友卻不當一回事 遠方說只要工作人員發現 一定會制止 旅券不聽還可依法 開罰6萬到30萬 那違規的民眾 他大約是可能丟紙 可能是像是面包 或者是相關食物 那到我們的黑猩猩區裡面 那其實這些都會額外造成 動物的負擔 瘦山動物園 廉價湧入大批人潮 廉價前四天就吸引超過4萬人 其中4月3號單日 一萬三千人創歷史新高 只是人一多就怕亂象四起 其他遊客如果發現有人違規 可通報原封 才能保護園區動物 TVBS新聞 林一貌宋家娟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